Hello, 大家好, 今晚要跟大家介紹一個地方 就是馬來西亞的怡保 位置是在檳城及吉隆坡的中間, 約兩個多小時的車程 暫時來說是沒有直行機去的 但是這個地方很有名的原因 第一, 因為它是楊子瓊的故鄉 而且怡保這個地方本身的食物很有名, 多美食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一道菜叫怡保芽菜雞 其實就是這道其中一個名物 亦是我們這次的旅程來到之後吃的第一餐 而這間威威芽菜雞就是我鄰近的介紹 那天我們因為來到時比較硬, 不想吃得太飽 所以我們點了半隻雞, 雞雜, 雞腳, 雞腳, 雞腳 來到才知道原來是要分開芽 但是又不得不提芽菜原來是蠻好吃的 因為它是比較粗身一點和比較短身一點 吃起來特別爽口 而這裏呢, 我的鄰居真是一個好介紹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是用走地雞 配合它五種的醬汁 所以做出來的效果是相當之好的 首先好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雞有雞味一定的 另外它的肉質是很爽彈的 但是不粗身的 而它的雞腳竟然會幫你剪指甲才上 我覺得這個絕對是一個加分位 我們一加三口吃錯, 不用一百元馬幣 就填飽了肚子 而好吃到一個位是我媽媽最後決定叫了一隻 然後晚上回來拿著就打包回去家做宵夜 因為我們住得比較遠 可能它怕沒東西吃的關係 這個也是一個名字之舉 但是真的很好吃 吃完飯之後呢 我們走了去附近一間的咖啡店喝咖啡 這裡應該是沒有自己的豆 但是有買其他地方的豆 可以去做一些不同類型的咖啡、果汁、茶等等 然後再去了手信街購物 剛剛拍到這間最美香 那就是我其中一間買了肉乾的地方 可以值得去看看 另外還有一些馬仔、一些豆品的東西 我們走了一陣子才去晚上吃飯的地方 那現在圖中拍到這間張記牛腩粉 就是我neighbor的介紹 就說是這裡的名物 賣光就沒有了 一天好像開 一個禮拜好像開四天 但是先不說牛腩薯 說了圖中剛剛你看到那杯飲品 那為什麼有杯黑黑黑黑的東西 再加一包耳朵 是什麼玩法呢 就是它的百寶涼茶 那它送飲品來的時候 就問你有沒有加耳朵 那我勾了頭 糧茶加什麼耳朵 誰知道加了之後 變成了汽水 都挺有趣的 我覺得這個經驗是我沒有後悔的 都挺好喝的 而且它的牛腩方面 真心說 不是不好吃的 但是又沒有真的吃到哇的聲音 但是因為它只是七元雞一碗 其實算起來都是十一二元港幣 那我都試一下模仿 但是這個Foodcord有個優勢 就是因為它有五十幾檔 當然它有些類型是重複了 但是可能炒果條、豬手、冰、炸物 各樣東西各色其色都有 甚至乎有些麵線都一應俱備 所以其實選擇方面很多 那我們之後再吃甜品 那才離開的 那我覺得這個 都不失為一個吃晚飯的好地方 因為首先就是風味 另外其實有很多地人來吃 而價錢方面其實很相宜 可能也是幾十塊馬幣可以吃飽 一家三口 那所以都多謝大家收看 在今次這個介紹食物的影片 那我們下集再和大家再見 多謝了 拜拜